中華為民無千年 數卷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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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个让那灵雄绝有的谁个 带我迈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孩子们快快跟上 让我先出去别挡着我的路 那你别挤门那么响要出不去了 两个小祖宗摔疼了吧 来 我们要去挖地菜喽挖地菜喽 阿伯啊慢点 什么是地菜啊 地菜就是季菜的别名 它长在荒田里长在山上 为美营养好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喜欢采地菜来吃了 哦 就是就是野菜了 嗯 野菜的一种 今天呢是三月三 民间有吃地菜煮鸡蛋的食俗 这三月三呢 还是河畔兮兮男女相会 赏花踏青的好日子 因为这个时候的春天最漂亮 天气最好 各地的习俗都多得不得了呢 有败祖的 有败祖的 有对跟的 很是热闹 哎 每年的这个时候啊 明太祖还会领着群臣出来踏青呢 哈哈哈哈 没错 今天呢 我们出来一边踏青 一边挖地菜 看 那就是地菜 哇 不管了 我要尝尝劳动果实 哎 洗了脸洗了手再来吃 看上去有点像茶叶蛋 可是蛋里却有鸡菜的香味 嗯 真好吃 嗯 这个地菜煮鸡蛋 可有来历啊 有啊 这鸡菜煮鸡蛋啊 还跟三国时期神医华佗有关呢 华佗 哥哥 你知道 很耳熟 感觉好像是个很厉害的人 哎呀 老爷爷都说了他是名医 当然厉害了 哈哈哈哈 这华佗啊 是汉末佩国乔人 他少时在外游学 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 他医术全面 可以说是无所不精 强身健体的武秦戏 也是他发明的 要知道 东汉末年 军化混战 水汉乘载 异病流行 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诗人王杰在其七哀誓里写道 出门无所见 那边 白骨碑平原 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线兆 而东汉末年也诞生了 建安三神医 华佗就是其一 啊想起来了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 张仲景也是吗 啊没错 华佗张仲景 还有一个是隐居庐山的董凤 他们都是济世神医啊 好了 我现在就来讲讲这三月三 地菜煮鸡蛋的故事 三国时期 一年的三月三 明依华佗来免城采药 这忽然降临的雨越下越大 华佗见前方有户人家 就想去那儿避一下雨 先生 这春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卢布贤妻请到草庐内一避 多谢老翁 来 喝杯热茶 老翁有心了 这位老者患有头痛头晕的病症 一发作起来痛苦不堪 这天不巧 刚给华佗递完茶就病发了 老翁 没事吧 华佗观察老人家的脸色 询问起发病的频率 然后给老人拔起了脉 没事 没事没事 都是老毛病了 唉唉就过去了 等雨停了 先生还要赶路 莫为老夫浪费了时间 在下华佗 市民四处奔走的游医 所谓医者父母心 还请老翁不要介意 这三月的菜地里啊 到处可见地菜 华佗看到老人家的菜地里 正好有许多长得又大又嫩的地菜 不禁露出了笑容 老翁 且等 过了一会儿 华佗手里拿了一把地菜 走了出来 这不是天头的杂草吗 不然 这呀叫地菜 性喜温和 耐寒力强 野生于田野 嫩猪做蔬菜 带花果的泉草入药 性凉 胃肝蛋 功能凉血 止血 煮至兔血 尿血 崩漏 粒脊等症 老翁家中可有鸡蛋 有 自家的老母鸡下的 你取这些地菜的 只煮鸡蛋吃 即可痊愈 果真 多谢大夫 说来也真神了 老者吃了这地菜鸡蛋 复旦不过三枚 多年的头晕 头痛病 就痊愈了 神了 神了 好了 好了 此事传开后 人们纷纷取地菜 来煮鸡蛋 热潮 遍及了 城乡 李家大婶 听说了吗 郊外老汉 多年的头痛 头晕 病症 让花佗给治好了 这我会不知道啊 除了那消息之外 我还知道了 那治 头痛 头晕 的方子 地菜 煮鸡蛋 花佗给老者治病的日期是三月初三 因此三月三地菜煮鸡蛋就在缅阳形成了风俗 以后逐渐传开 在江汉平原一带也盛行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 阿福 怎么了 我是皮皮 这地菜煮鸡蛋 我不吃了 为什么呀 我头不痛 也不晕 等我头痛头晕 再吃吧 阿福 中华为名无千年 书隽飘响 中华古云极千载 玥严流长 中华为名无千年书卷飘香 中华古云极千载远远流长 你是长河不愿回乡 你是长河不愿回乡 让那灵秀绝有的诗歌 让那灵秀绝有的诗歌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Compassion